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葡萄牙足協主席高美斯日前表示 葡萄牙、西班牙和摩洛哥對聯合舉辦世界盃充滿信心 這三個國家計劃聯合舉辦2030年世界盃 上週末 三國足協首腦會晤會上高美斯表示 我們確信沒有比我們更好的申辦方案 西班牙足協主席羅查表示 我們正在為一個令我們感動和興奮的目標攜手前 而摩洛哥足協主席萊克亞表示 一個歷史性的機會 是一個需要我們以承諾和專業精神去追求的榮耀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